像我们就结婚早一点 结了婚就到这儿 小孩儿大一点儿了 咱们别人家伙子干嘛呢 也没工作也没啥的 自己开个饭馆吧 就这样一直开着 这就是2004年开到现在 他们在我这儿来吃饭 他们就喜欢吃个锅油肉呀 家常拌面呀 家常味儿嘛就是最喜欢吃 锅油肉拌面嘛 就是肉切成片 抓一把肉放到碗里 这些水电嘛抓了 水多一点它都抓成肉特别嫩 然后呢就把油倒上 我一看到肉熟 它就肉自己生鲜的起来 把它倒出来 然后呢就是把菜放到油罩里里面 然后就把油过出来 锅顶就有一点点油就行 不定太油了 太油了吃不下 就放点葱 烧炒一下放姜 放点就是我自己做的那种辣酱 炒好了以后 就把你的钢子过的那个 往里一倒 然后再放一点酱油 提一点点葱 放一点大蒜就好了 我们就是一盘子面上面盖上就行 简单的这个锅油肉炒起最快 再说我这的客人全都是回头客 因为我们做饭嘛 就想到做好一点 再说这边的民工也多 都是干活的 处理起的 我们给量大一点 我们俩客人也吃饱 我们俩吃饱再吃好一点 我们俩也高兴 还来就这样 我们俩吃饱了 我 都做了 都是 我